2016年是泰山近十年最黑暗的赛季 库卡因为与裁判的冲突离任梅内塞斯接任 但他追求攻守平衡的战术让球队陷入泥潭 加上其他豪门的崛起泰山跌入降级深渊 若不是马加特紧急救火 这只豪门恐怕真会去到中甲 那一年7月9日对阵江苏苏宁的比赛 凭借蒙蒂略双奖逆转对手达到救命般的三分 因为那个赛季泰山只领先降级去两分 2017年球队在马加特带领下 泰山回到球迷熟悉的老样子高开低走 赛季初始满怀期待中盾问题开始显露 后期冲刺法力最终以第六名结束赛季 2018年李肖鹏上任开启山东泰山新的篇章 他也是山东职业化以来第三位本土主帅 他一年带领球队获得第三名 足球阶杯决赛仅以客场进球烈士区区亚军 有遗憾但让人看到这只豪门崛起的希望 李肖鹏本人也荣获中超年度最佳教练 2019和2020赛季在李肖鹏率领下 两个高塔的加持下战术基本以高取高塔为主 两个赛季虽然都以第五名结束 但2020年足血飞决赛泰山2比0击败江苏苏宁 终结连续两年亚军的尴尬 在中国足坛晶圆足球退却的背景下 这只老牌豪门展现出稳定投入带来的优势 今年泰山成为中超少数几家稳定的球队 拥有满了五名外援战斗力直接拉满 成为中超夺冠热门最终不负众望 时隔11年再度王者归来 让我们恭喜山东泰山